中間還有一個絲滑弱士奇的水晶 附加權益其實是優於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如果你是永豐新戶的話 再加碼1000塊刷卡金 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張頂級卡 就是永豐一行推出來的永富世界卡 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卡面雖然說不是金屬卡 但是一樣也是金光閃閃 那重點是它中間還有一個絲滑弱士奇的水晶 讓這張卡片感覺起來真的是貴氣不少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卡片的背面 對,它又是一張樣卡 所以這個設計是蠻簡潔的 所以如果你有入手這張卡片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也是一個金光閃閃 看起來是還蠻不錯的卡片 這張卡片有什麼亮點呢? 第一個就是每段餐廳有七五折的折扣 這個七五折的折扣可能沒有兩人五折那麼吸引人 但是七五折相當於是省了四分之一 其實也是不錯的 那有哪些餐廳呢? 比如說美福的五個餐廳都有進去 超越方 然後還有這個彩繪自助餐 然後GNT義大利餐廳 然後米香 那甚至我很常去吃的秦山日本料理 其實也都有算進去 那還有哪些呢? 台北士林萬利的話呢 就是士林廚房跟萬利圈中餐廳都有算在裡面 新竹豐益寫來登大飯店的話呢 就是盛宴自助餐 然後還有銀月銀鐵板燒跟日本料理 還有彩月中餐廳都有算進去 這樣夯不東東算一算呢 居然有高達18家餐廳 都是有七五折的 第二個亮點是什麼呢? 就是國內的住宿禮遇啊 這邊一樣這個DN來跟大家簡單的解說一下 我覺得兩天還不錯 第一個呢 是台中的育園花園酒店 它的雅致客房呢 一博一時就是只要3300起 所以這個也算是蠻便宜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台南的菁英酒店呢 它在這個台東客房有一博一時3300起 這種3300的房型 我個人覺得是CP值非常非常高的 第三個亮點呢 就是Acoda訂房最高有28回饋 這28回饋怎麼來的呢? 就是有18回饋呢 是Acoda專屬的網頁進去 然後呢就可以拿到10%的折扣 再來呢刷永豐永富卡 這張卡片呢刷下去呢 還可以再拿到10%的現金回饋 那每個人上線呢是600 所以大概可以刷個6000塊左右 都是可以享有這個20%回饋的 所以這個呢大家就是要多多比價 覺得划算再刷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第四個亮點呢就是飛行禮運 像機場接送的部分最高就是有6次 那依不同的會員等級呢 可以拿到次數就不一樣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旁邊的表格 那再來呢就是機場貴賓室的部分 一年呢可以讓你去最多8次 有哪些可以用呢? 比如說台灣的淮雅貴賓室 然後還有就是龍騰卡的貴賓室呢 每一次出國最多可以用2次 第三個亮點呢就是機場停車 機場停車呢 適合就是商務人士出國的時候可以使用 它一年最多可以停12次 然後每一次最多是10天的部分 合作的有哪兩間呢? 桃園大園跟高雄大城國際停車場2家 提醒大家它的使用條件也是一樣的喔 就是90天內呢要刷機票或是團費達1萬5 那麼你才可以使用上述的權益 永豐永富世界卡呢也有市區停車優惠喔 它的市區停車優惠就是前月刷1萬 那麼你次月呢可以在中興多多坊 跟台灣聯通呢停10次 每一次有3個小時 所以如果你把它停好停滿的話 其實每個月可以賺的也是蠻多的 還有一個小優惠呢是拿這張卡費來控Netflix的月費 那麼它就補貼你270元乘以3 等於是810元的刷卡回饋呢 可以讓你爽爽看3個月免費的Netflix 也是不錯的 這張卡片的權益如何呢? 就是國內1%海外2% 然後再加上保費1.2% 那分期也是沒有回饋 我個人覺得呢 它比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的回饋還要再差了一點 但是呢它的附加權益其實是 由於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所以就看你 你是要刷卡回饋呢 還是你要這個產品的附加權益 就是欲雄長不可兼得 但是我個人覺得附加權益其實是比較好的 如果你想申辦永豐世界卡 現在有什麼半卡好看呢? 其實是有的 如果你本身是永豐的尊榮理財會員呢 你就可以享有首年免年費的優惠 除此之外呢 還是有這個行動支付10%的現金回饋活動可以參加 那你只要刷1萬塊錢 你就可以拿到1千塊的刷卡金 這個算是很不錯的 完全是正收益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本身非永豐的財富管理會員 你只要年收80萬 一樣可以申辦得下這張卡片 那麼你有什麼新戶禮呢? 很簡單 如果你本身有永豐卡的話呢 就是刷6萬可以拿6千刷卡金 平時你的年費只要是4千塊錢 如果你是永豐新戶的話呢 再加碼1千塊刷卡金 也就是說你刷6萬塊錢 你可以拿到7千塊的刷卡金 所以你這張卡的年費相當於 就只要3千元呢 就可以享有它完整的權益了 所以它的年費呢 的確是蠻低的 結論 永豐世界卡應該要辦嗎? 這張卡片呢 它跟永傳比起來 當然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呢 如果你是首年免年費的貴賓 我非常建議你可以辦下來使用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錯 繼續跟永豐往來 然後達到3千萬資產 去申請永傳世界卡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的升級方式 但如果你只有年收80萬 是不是應該要辦下來呢? 我覺得你就要去算一下 比如說你繳出去的1萬塊年費 是不是可以吃的回來 用的回來 或者是市區停車 或是機場接送 全部都用的回來 那麼我建議你算清楚 再來辦 也不遲啦 以上呢就是報告夢簡單分享 永富世界卡的基本權益 然後跟它的一些產品的解說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啦 要不要辦卡呢? 其實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找到適合自己的卡片來使用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你要上車的話也很簡單 我們下面還是有辦卡的連結 非常歡迎你上車喔 那你上車呢 完成任務 還是可以來跟我領跟團的獎勵啦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